大家好,又是我媽布了 明天又有八跑 講起我媽媽布,又是沒彩 又是跑第二,頭關第二又是很近 後面是過關的 如果大家有聽說,喜歡後面那隻可以射兩隻 又是中的 那就是第五場的精算暴雪 我說可以射下去,我都是選了兩隻 一隻2號,一隻3號 2號贏了,可惜就是 應該是11號,田泰安那一隻就退出 那那口媽布就搭了去2號 那即時這條票就分了兩條票 那所以派53元其實實際上應該是多過這個數 因為和11號分了,那你當我一半分一半 那即換句話,其實這口媽布應該有八兩元的 那沒有人知道,因為數字就是這樣計算的 那是不是這樣就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群組裏面有個朋友 那他就是用回我這個精算 那他就選了幾隻的 那他就做了這個 但是他做了11號 那就是安慰獎,那幾好分的 那我講錯應該是10號 10號是退出的,馬友雲 那他就是分了下去 那11號這個朋友就 正獎,安慰獎都收了 那他就收幾條票的 他2號,10號 這條票就是53月半 那他就是收一百多 當10元處計 那11號就是派135.5 那即是他這整條票就收二百多元 那算OK的,真的 我一直都跟你們說 就是如果喜歡的話,就把他捨 你喜歡捨,他就捨五隻 那他算起條數,也是五十元處 都是五十元而已 那你種這個已經是收回 那他再收這個,再收這個 那即是如果十元處計 那他這條票就已經贏了八百多元了 那禮拜三晚呢,我大概是20點28分 那就在我群組裡介紹買騎士王 那當然了,就是拿了分我才買 那就是賠率就不太高的 那我自己買了五百多元了 那我就建議那些朋友買三百元了 那你三百元都剩下二百元 那你三百元都剩下二百元 那都OK啦 因為基本上都很大機會是贏了 我才是介紹的,如果買我就不介紹 那這個就是我群組了 那歡迎你加入啦 不過我沒有收費的 那這是我群組的那個機 如果喜歡,你可以加入我 我會再提供了一個挑戰 那歡迎你加入啦 那歡迎你加入啦 那鐵金剛呢 那鐵金剛呢 雖然是潘頓騎士王啦 不過就是要看啦 就是那句啦 那看來他就是大舉出擊的啦 那鐵金剛呢 雖然是潘頓騎士啦 那他沒有穩望牙啦 我觉得这只马应该是时候可以赢了 如果赢不到的话,就怀疑它的质素真的不行 我估计它就一定去马了 问题是赢不赢得第一,就不知道 看来它就是坐二磨一 上面呢 到了第九巡 这次就没得射到下面,因为是尾 但是如果你说你真的认同我说铁金刚 你可以将它买链赢位,或者位置 选两三尺,给自己射下去 第九场呢,又看上去都是 蔡英雄精算谋略 就好像是有机会一后马步回来 但是赌马来说是没有绝对的 就算是莫雅騎也不一定是赢了 不过我就当它赢了 那这口马步一定很大机会收了 那我就在这里又喜欢它 如果万一它真的跑第二 有其中捉到一只马蟹 赢到它的话 那这口马步就会红分 那先选择 就有一只大千气象 但是它的赔率就和 和精算谋略差不多 都是现在4.3 我现在看到位置反而距离 跌不过它现在太早了 现在只有多少万 千万,二十几万的投注 不可以准则 那一只六号 那接着呢 我就喜欢一只九号的 很劲力 那它有些赔率的 都有成九点二的 那这只马呢 我都觉得有机会赢了 那变了呢 所以如果是这只赢的话 就更加好分 那还有一只最难一点的 那就是十二号 十二号是港临福将 梁家俊 那我觉得这只马呢 有成十三倍 那这只马呢 虽然呢 就是大外档 那它有前触的 扯放扯留 是不知道的 有机会 放得顺的话 可以由头带到落尾 那当然呢 那机会率是小一点的 那最大机会就是 前面那两只呢 二号 和六号 那到时看吧 那如果你说 不喜欢这口马步的 就好像上次说了 你可以买连赢位 维持Q都没所谓的 甚至三重彩都可以的 不过我自己就不会买的了 OK 我只是会买马步 OK 那好吧 那我再给条飞来看 那就是第九口马步 那头关呢 是二号 六号 九号 十二号 尾关就是十一号 所以我拿到 我拿到 Race9 Number2 Number6 Number9 Number12 Race10 Number11 OK 所以 Good luck for everybody 祝大家好快 拜拜